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就是台湾有第一档就这一档了 因为我们真的查过了 就只有这一档是聚焦在双B债券的基金了 那债券事实上从去年到今年 或者更早之前都有人讲说 一定要有债券一定要有债券 我个人是认为说任何时间都应该要有债券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一点 就是说要聚焦在这个双B跟非投资等级债 那你是不是先针对双B跟非投资等级债 先跟大家来简单上一下课好不好 上课是不敢的 跟各位介绍一下债券市场 那我们知道其实债券市场非常庞大了 以这个全球的统计来说 大概是200多兆的规模 美元 200多兆美元的规模 兆美元哇 这不得了 那同时间可能股票市场是100兆 所以债券市场的规模还是比股票市场来的大 那为什么会有市场体量那么大 原因就是在于说 其实很多资金都有配置的需求 你不论是保险公司 不论是银行 不论是央行 或者说退休基金等等 他们最主要的资产还是用这个固定收益资产 这个债券作为一个代表 因为你的你这样投资绩效会比较稳定的一个部分 好大概是这个背景是这样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债券市场来说 最大的区块就是公债嘛 政府公债 这个部分就与美元的美国政府公债为代表 我们每天几乎都在follow这个讯息 对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公司债嘛 那公司债又分成投资等级债 跟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部分 当然它的区别就是由信评机构 所编列的这个信用评级来去划分 那投资等级债就是三个A 两个A 一个A 三个B 那非投资等级债就是两个B 一个B 跟Triple C的一个部分 那过去我们知道投资等级债当然就是说 它违约率是比较低的 对对对 然后对公司营运状况 跟体质也是比较健全的一个部分 那与此做区别就是另外一边就是非投资等级债 但就是说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其实在这十几年的市场的经验里面 其实也不是说它不能买 只是说它波动会比较大 那波动的来源我想最主要就是在违约风险的一个部分 那只是说也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的债 对我们知道非投资等级债里面毕竟还是有两个B 一个B Triple C 那其实你细细的去看两个B的债券就是所谓的双B债 它的违约率其实基本上是比较接近投资等级债的 也就是说你承担的违约风险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直接得到的是一个非投资等级债的高收益率 这样的一个报酬特性 对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高收益嘛 其实之前上上个月我们成兴基金 我们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熟悉的成兴基金 那个台湾区负责的真属一样 我就跟他说你的那个项目当中 你还是讲高收益债 不然怎么办呢 我们那个全Global的都在讲High Yobank 那他就是一个那个高收益债 但台湾因为过去很多的高收益债 因为强调的就是什么高配息 高配息高配息 配到最后变吃自己的肉了 然后呢主管机关就说不行 你们要改名字 就改成非投资等级债 不过非投资等级债呢 就是冒一点点的风险 对那你刚刚挑到双B 可能就是还是在 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当中 就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对比较迂约债 它的违约率比较优质一点的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图表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的双B是哪两个 这个第一个是明日之星 第二个是折翼天使 这好像是从英文翻译过来 对不对 是 那明日之星就是Rising Star 折翼天使是Foreign Angel 这个都是国外市场惯用的名词 不是你们想的行销 对不是我们的发明 那确实它不只是名词 它确实是有代表某一个债种 那这两个债 其实都在双B债的范畴里面 我先讲一下明日之星债 它指的是说 你现在可能你的地位 是非投资等级性贫 但因为你后续 因为你的营业状况是好的 财务也持续在改善 甚至是一个提升的状况 所以后续性贫机构 很有可能把你升成投资等级性贫 那我们称这个 这个也在叫Rising Star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说 你变成投资等级性贫的时候 你的买盘会变大 因为蛮多的资金或是账户 它的规范就是说 它只能买投资等级性贫的债券 那投资等级性贫的债 多了一档这样的名词之星 它当然可以买 参与者增加的情况下 买盘是有机会让它 等于说会创造一个资本利率的空间存在 但它如果往上升 你就不能买啦 我们当然是就是买在它 还没有升的时候 就赚那一段资本利的 是是是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预示性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性贫机构 它在公布这个某间公司 某某公司的性贫的同时 它还会公布所谓的展望 展望就分成正向 稳定跟负向 通常它跟你讲正向 代表说很大的几率 它会在一段时间内 做一个升贫的动作 我想这个预设性 是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 这大家都会知道 那折翼天使呢 这名词听起来就好像没有明日之星 看起来很shiny 是是是 被错估了吗 折翼天使嘛 可是他毕竟还是天使 哎呦 等一下好不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吧 待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更多的一个分享 先休息一下 好快回来 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我们是我们富兰克林华美投信的优选非投资等级债的拟任经理人 为什么叫拟任 有人问我就是他没上任 等到他募集的 然后这个可以进场了 那他就是基金经理人了 这余冠婷 brook 就是我非常的推崇他 因为真的很会念书 我是一个资优生 那我刚还在广告时间问他 干嘛选债券呢 股票多刺激 多有趣 他又说债券有很多种变形的 好总之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那个哲义天使 那哲义天使的话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挑选呢 是 好首先哲义天使这名字听起来不太好听 Folangel 但是他的重点其实是在天使 他曾经是天使 那怎么去说明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很多公司他原本是投资等级性贫的公司 当然就是你会升贫也会降贫嘛 那你有时候你的性贫是三个B的 你降几个贫级就掉到两个B的 你就变成非投资等级债 那这个过程当然跟明日之星反过来 这时候会有大量的资金退场 因为就是他们可能不喜欢非投资等级债 或是不能买 那这个部分就是被迫卖出 因为短时间集中式的卖压 常常会让这些债券产生超跌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哲义天使 你刚从投资等级被降频 其实你这时候的基本面状况 跟其他的非投资等级债来比 其实你相对来说还是好的 对我举例来说 美国第二大的那个连锁药局 Walgreen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公司 我记得在美国大概 营业据点大概是四五千个 对那曾经他也是 S&P500的成分股 那因为就是这几年 他有在发展他的制药事业 做的不是很顺利 所以就是让他的毛利没办法提升 好像两个月前被降频吧 那时候就是一样 很集中式的大量卖超 可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你在卖超的同时 也有很多人在下面接抵抵抵抵 抵抵抵抵 因为他就他就在等这些资金卖出去 哦所以你也会等到他被降频之后 然后你可以接吗 我可以买 哦可以买 哦然后等到他又再回复 因为他可能体质就是不错的嘛 对因为那些资金被动式出去嘛 那我主动试着去抄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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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那這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 看得懂這很重要 你接下來會跟大家舉兩個例子 對不對 是 我想 這個是 這個我們就看得懂 福特汽車我們就看得懂 福特汽車是一個很典型的 折一天使的例子 我們知道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美國是經濟是整個封鎖 lockdown 那這段期間基本上 除了保持社交距離以外 很多公共場合 比如說像是展示車廠 那車的經銷商 你是不能去逛的 是關起來的 對啊 所以福特汽車是不能賣車的 大家都不出門啊 是 更嚴重的是他的工廠也停止運作 那那段時間不能產車 甚至說福特汽車還去幫忙生產那個呼吸器 就是口罩 對對對對對 對 因為這是政府允許的 因為你是幫助整個社會走出疫情 好 那這種情境下 這樣的公司啊 根本沒有現金流 所以信品機構 當然就是果斷的就是把它降頻 從三個B降到兩個B 哇 他就變成一個折衣天使 嗯 那可以看到其實這段時間就是很集中式的一個賣鈔的行為 你看就下來了嘛 對不對 當然就是蠻多資金也在下面抄底 嗯 所以他就像我剛剛講Wall Green的例子 嗯 一段時間過後 很快就回來了 甚至還比降頻錢長得還要高 哦 所以持有債券通常就是我們持有到期之後有債息嘛 可是如果說你可以知道這幾檔的債券 他們有不管是明日之星或折衣天使的時候 他們就有價差對不對 有額外的資本利的 資本利的 空間 嗯 嗯 你看我講價差就不對 因為那個算是那個股票的比較容易出現 嗯 其實這是一樣的名詞啦 哦 沒關係啊 你可以你可以直接講 我要給大家最正確的一個說法 好 這就是折衣天使 因為看到 哎 福特是美國最大的一個這個汽車廠 嗯 其實它是前三大 但是說實在前三大差不多啦 嗯 然後它也是美國的一個國民品牌汽車 國民車 對對對 那如果說明日之星呢 你舉個例子好像是舉一個主權債啊 嗯 當然這個例子很多啦 我這邊就是用這個印尼主權債來說 好 其實在這個圖表裡面看到 這個歷史蠻悠久的 是2008年的時候 嗯 這檔債券發行的是2008年 嗯 當時 大家對印尼其實不是很認識啦 這主要是西方世界 嗯 那它初次得到的信品是兩個B 嗯 兩個B 雙B債 嗯 那不過就是因為後續了解到 這個印尼真是一個太龐大的國家了 嗯 它在東協的經濟份額占比大概是三分之一吧 人口也多 兩億多的人口 嗯 人口多代表你是一個世界工廠 嗯 你是一個潛在的世界工廠 你也是一個潛在的世界消費市場 嗯 對 那根本不用說它還有豐富的天然資源 嗯 對 那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就是它的強勢 它的優勢 就是後續信品機構漸漸了解啦 嗯 我想很多時候 被發現了 對 很多時候信品的滯後 往往是出在資訊不對稱 這個需要時間去醞釀 嗯 對 那印尼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啊 那這段時間就是它升到投資等級信品 嗯 債券價格也隨著說買盤增加 嗯 而去做一個提升 嗯 那債券價格當然是比較容易漲 嗯 這樣一個狀態 嗯 對 那例子還有很多 我想印尼主權債 它是一個蠻鮮明的例子 因為它一升下來就是一個呃非投資等級的債券 嗯 可是在後續它變成投資等級信品 嗯 那其實這兩下 你看這兩個圖啊 嗯 哲義天使跟明日之星蠻有意思的是說 嗯 你今天的哲義天使 你可能是未來的明日之星 對 比如說像福特汽車就是一個 欸是耶 對 欸沒錯耶 所以它其實沒有那麼絕對 就是說它有點身份的重疊啦 為什麼我們會舉印尼主權債 是因為它很單純一升下來就是一個非投資等級 你在新興市場嘛對不對 你你很容易拿到很好的這個信品嘛 是 對不對 比較不容易拿到好 這是先天上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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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啊 欸 不過說實在的 呃一般買債券我們剛講過就到九就拿債息就好了嘛 可是如果要再去賺一些額外的資本利得的話 就要去精挑細選這些 所以你是你每天還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找這些債券 然後現在要先在這樣這個信品機構提出看法之前 就要先做佈局是這樣子嗎 呃我們不敢說我們一定很準確的抓到啦 可是這個趨勢至少可以掌握住 比如說市場在討論哪一個公司的債券 這個至少要知道 那當然就是深入研究嘛 嗯 有時候信品機構講的東西會比較官方 嗯 那你就要去了解它官方的賢外之意 嗯 是什麼 那這個這個部分就是要搭配基本面子來看啦 嗯 也許只是因為就是財務數字 或是整個利空對他們來說 他們沒辦法再繼續給予這個投資等級的信品 嗯 他會做暫時的降頻 這個是很好的買進機會 嗯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Walgreen 或是福特汽車 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嗯嗯 因為我有跟他們去中南部 他們老闆特別稱讚他 他就說那個余貫庭很厲害啊 他們就有一個團隊人也很少 啊績效都還不錯啊 他說我又不是那種被動 我是主動的 主動要花很多的心思的 我們待會來談談這一檔的風險 風險很重要 我們待會討論 好我們要持續跟我們富蘭克林華美投信的 優選非投資等級债的擬任基金經理人 余貫庭布魯克來談一談啦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機會啦 那當然今年在投資布局當中 你必須有一些債券 之前買的可能買早了 不過今年就是要降息了 所以債券的布局是一定要的 那接下來就要看這種雙B的是非投資等級债 雖然他就是違約的風險相對是比較低一點的 但他還是有機會跟風險的 所以就是從機會跟風險當中一併跟大家來談一談 好不好雙B他的優勢跟他的風險 是其實不管是投資等級债或非投資等級债啊 其實大家怕的就是買到遇到違約這樣的情況 雙B在也有違約很慘的時候 時間點大概發生在08年吧 那時候大概是違約率有飆升到3% 然後我們其實在長期就看到是大概0.4到0.6 那我想那個情境是很極端的啊 我知道08年的時候其實是蠻多大型的金融機構 都面臨倒閉這樣的一個情境 所以其實對雙B在來說是在那個情境下 它是3% 那同時間的話就是一個比以下的大概是21% 我想這個是給大家有一個基本的了解看到 那其實在後續的環境裡面啊 我們不覺得說會再重演這個 至少在短期可預見的未來不會重演這種2008年級別的金融海嘯 原因是因為當時是美國的地產跟金融都出問題 現在可能有點類似 金融危機 大家會覺得說美國區域性銀行加上商業性不動產 出現問題那算不算是有點雷同的那種背景 有點像但是情況又真的完全不太一樣 因為主要是美國現在大型金融業 現在是蠻安全的 那美國的商業性不動產 它就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趨勢的 就是應該說是一個需要調整 需要時間調整的一個情況 對 那目前違約狀況是這樣 那除了違約以外就是價格波動 那從這個圖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幾次的 我要看他回的來啊 因為市場本來就是有漲有跌 你不可能期待市場一直跌 或者是說一直漲 那他如果說因為違約的事情 或者重大的一個利空 然後出現了一個下跌 那我們可以接受 但主要看到回復的時間 所以這張圖是不是有一些 雙B在跌的都比較少啦 比如說兩個B的跟一個B的來比 我們確實在這歧視事件 雙B在跌的就是跌幅是比較 應該說他波動比較小 對 那在右邊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知道像夏姐剛剛提到了 跌沒關係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對啊 雙B在需要的時間也比較短 因為這個部分就代表說他跟漲 抗跌的特性是非常顯著的 我可以花比較少的時間 我就可以填平那個下跌的缺口 對 那他背後的邏輯其實主要在於說 雙B在這個非投資等級借的市場裡面 他是一個核心資產的代表 因為他大概佔著個 非投等債大概是50%的佔比 然後另外他是最優質的嘛 所以總是有資金喜歡在反彈的初階段 就是先搶入這種雙B在 作為參與反彈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會長得比較快 所以回升速度當然就是比較快這樣 你看他就是可能大家之前的可能不記得了 如果疫情的話我想大家就很有感嘛 對不對 疫情的時候你可能下跌的幅度很驚人嘛 對不對 你雙B的大概18週就可以回來 那你B幾下要37週 37週這個就差蠻多的 所以體質相對好一點還寫Came 對啊像有些投資人還會說 欸那我雙B 假設我就雙B在先搶個反彈 然後我再反手再做多一個B的 那我這樣賺更多 難吧 是有這個可能性啦 但是就是要很靈活這樣 你會這樣做嗎 我們就是聚焦雙B在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做 但是我們會 因為你只聚焦雙B嘛 我們只買雙B 如果他不是這個BB級的 你當然也不會投資啊 你去轉檔你也不用啊 因為我們還是強調 我們是首檔聚焦雙B債券的 非投資等級債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特色 好那另外就是說 大家都 其實我是真心希望 我講真的 不管是哪一家投信來 我都跟他講說 你好好的有一檔基金 然後拜託你把它養大 對養大一點 因為現在有很多投資人說實在的 我覺得就是逐水草而居 哪邊好我就一筆錢 這樣游來游去的 那搞的每一家就是 又很辛苦在募集 然後基金竟然也很難操作 我們待會來聊聊你的決策過程 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我們待會討論先休息一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們要持續跟我們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這個優選非投資等級債的 擬任經理人余冠廷來好好談一談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聽眾朋友問 就是說前收跟後收的問題 那一般來講 就是很多共同基金後收都希望 大家比較中長期的持有 就是你要持有長一點 也不要這個 像個遊牧民族一樣換來換去 所以如果是雙幣的債券的話 他長期投資的一個勝率會比較高嗎 這個勝率我們就很簡單拿個指數來看 我們就是 用指數來看 抓一個很長的時間 然後我們比如說每個月就進場 然後只有三年 我們看結果會怎樣 因為比如說你2008年10月進場 那擺到2011年10月 它是一個樣本 好這段時間那麼多樣本 我們發現賺錢 我們以賺錢當作勝率 大概高達99% 也就是說你擺個長期的話 剛好剛剛夏姐提到這個後收 後收的週期剛好就是三年了 所以我們會做這個回測 也是讓投資人大概了解到說 你擺長期勝率會是怎樣 這是99% 那其他的產品 其他的債種 三個B 一個B Triple C 其實勝率也算蠻高的 但是就是沒有雙B債的高 那虧損 因為我們講風險 你還是要有風險的概念 沒有一檔 這個不管是ETF或是共同基金 只會賺不會賠的 所以你要了解那個風險到底是怎樣 所以如果說持有三年的話 我最大的虧損的一個 你們也做了一些試算對不對 我們要做試算 我們發現說雙B債的最大的虧損 其實是可控的 對這段期間是可控的 當然就是說要提醒這 它是真的持有到三年 所以三年內的波動 也許是會比這個數字來的大的 但是我們就是比較長週期的去看 雙B債確實跟其他的債種比 它是有個優勢的 是比較抗跌的 好那接下來就要讓大家 能夠知道一下 就是他們的決策流程 跟你想的道理是不是一樣 一來剛剛Brooke也講了 就是你要買債券 你也可以自己去買 但你買單一的就是債券 對那如果說你買這種債券型的基金 那就是基金經理人會幫你選 好那如果你要買雙B的話 那大概也只有台灣這一檔 好這一檔 那那個Brooke就是你任的一個經理人 那我們想要知道你的決策流程 怎麼用那個篩篩篩篩到最後是要的 那這個投資決策流程其實非常重要 對這很重要 它基金能不能夠成功 它是一個非常至關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貫穿裡面 就是說你有沒有一個紀律在裡面 那因為我們投信公司都有很多內規內控 所以我們也是把這樣套東西 是變成我們一個必須遵守的一個部分 其實你如果有去看彭博的終端機 就Brimberg的終端機 會發現全球的債券大概是46萬檔 46萬檔對 這個不是任何一個人類可以去處理的數量 需要機器人嗎 也不需要機器人 就是要加一些要把它淬煉 我們叫Refine 加一些條件Refine 首先我們只投資美元計價債券 因為它是代表的是一個債券 流動性最好的債券市場 那因為我們這場基金是雙B債嘛 所以聚焦雙B評級 另外我們加了一個因子 就是希望它能夠更進一步的穩定 我們剛有提到信民機構它會給一個平等展望 正向穩定跟負向 那我們這場基金就是只看正向跟穩定 負向不看 因為負向就代表說 信民機構都告訴你我要降頻了 我買它其實怪怪的 對就是 就是等於說 我們幫投資人買一個正在降頻的債券 其實這個也是違背邏輯啦 所以我們不看這個部分 那當然還有流動性考量 流動性考量就是會去考量說 債券的在外流通量 以及說 這個公司它在產業是不是有個代表性 對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比如說同樣是一個產業 你買龍頭 跟買其他周邊就是那種 好像這個企業沒了也沒關係的那種產業 它差別是很大的 對對這是一個產業代表性 這也會拉進去 這是我們構成我們第一步 整個流動性考量的一步 這是第一個步驟 它是屬於一個refine的過程 好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時候篩出來的債券 一定是我們人類可以去處理的 大概可能就是一千檔以內啦 那一千檔債券也有很多是那種重複發行的 比如說一千公司可能發行個十檔 二十檔之類的 所以這時候的發行公司可能已經收斂到 兩百家三百家這樣 那我們再去看基本面 對基本面當然就是說 基本面其實講的很簡單 事實上它看的就是不外乎就是三個面向 第一個叫營運風險 營運風險看企業是不是賺錢的 對對對 一間賺錢的企業然後毛利又高 你不用怕它違約 因為它就是很有錢的 很有錢景的一個企業 你要看有沒有錢景 你還是說它已經在走一個 陌陌生下下波段了 當然就是說這個可能就是 用TOP檔來看 你要從產業看到公司 然後還要了解公司 在整個產業中的競爭地位 還有它的競爭優勢 第二點 基本面第二點看財務風險分析 講白就是看它有沒有錢 公司有沒有錢 對 公司股東權益夠不夠厚 因為我們知道股東權益其實是 吸收損失第一道防線 對 那如果比如說公司今年有出現虧損 它第一個會成為股東權益的減項 那公司股東權益夠厚 代表說我債券債權的不用怕 因為股東擋在前面 就講的簡單就是這樣 我們看公司就是看資本結構 是不是健全 你有錢的話你才有付利息給我 你的債息要付給我 所以前面是看公司會不會賺錢 跟公司有沒有錢 第三個很重要是叫誠信風險分析 公司有誠信 那我們才可以買它的債券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你買債券是借錢給這個公司 那它的營運 或是說它的管理層是沒有誠信的 這個其實就比較違背我們 當債權人這樣的一個精神了 所以如果有個執行長 或者有一個他的老闆 甚愛亂講話的 然後會影響那個股價的 或什麼你就不會去投資 這個就是變成扣分 扣分啦 對啊 或是說它 或是有一些行為是說 比如說它會去掏空公司資產 在合法的範圍內掏空公司資產 其實很多之前中國的公司有發生過 對合法的掏空 對 那你也不能接受吧 它有誠信為則 對就不能接受 因為就是 就是就算合法也不能有這樣的情勢發生 這才是資本市場的一個 一個倫理道德 對 這三個構成我們的基本面分析 當然就是說最後會看債券的評價面 嗯 評價面 如果你買了 你覺得一間公司很好 各方面的很好 可是它債券很貴 嗯 那買的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所以評價面也是很重要的 嗯 到第三步驟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去妥善的分配 分配整個分散風險的情形下 然後建立我們的投注 嗯 對大概以上是我們的投資決策流程 嗯 好那個決策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要看你跟基金經理人 他未來幫你做一個選擇 是不是跟你想的是一樣的 好很多聽眾朋友都問我們 說這檔基金在哪裡買 當然我們節目當中不能夠 跟大家來分享太多的資訊 大家可以打我們中廣的客服專線 02-2500-5566 02-2500-5566 最後我們大家放上這張 這個基金的一個檔案 因為這個基金目前的 擬任基金經理人就是于冠廷 對不對 然後他有很多的辟別 對不對 好辟別 那我覺得辟別 當然很多人問說哪一種比較好 那有一個問題你會怎麼回答 嗯 我們通常不會鼓勵客戶去換匯 去換 對這個 我只是想說你 比如說你持有人民幣 你這個人民幣有什麼樣的規劃 嗯 比如說存在銀行 或者說來買我們的配息型基金 嗯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的方式之一 對 就是簡單的說 就是說你有什麼匹別 你想買的話 你就用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貨幣去買 我都跟人家講 你拿一種錢多 就拿那種錢去買 不用在這個時候去做一些 換匯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那都是一個成本的概念 好我們今天花一些時間 讓大家來知道 這是台灣第一檔 那麼聚焦在雙B級的一個債券 它冒一點點的風險 然後呢 讓大家的一個這個投資的一個報酬率 可能可以稍微的穩健好一點點 大家靠你操盤的一個功力了 那目擊的一個時間 好像從18號到22號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了 今天非常謝謝Bluke來 拜拜